看那几十万条金状汉子和一碗鸡汤 李承鹏 1870年 有人说天津教堂慈爱堂是个秘密屠杀机构 传教士专门把中国婴儿弄死做成药 他们就信了 怒火中烧包围教堂 没打死几个传教士和嬷嬷 却打死数十个中国信徒和员工 这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150多年过去 有人说上海苏州等地的日本学校 其实是间谍学校 专门培训日本小孩对中国进行不法行为 他们也信了 一个抗日热情爆表的男子 持刀冲向校车 轻伤两个日本人 杀死了中国籍校车引导员胡有平 150年过去 脑子李祥的配方一样一样的 过去以为义和团是蠢 现在确定是蠢坏 大师兄们知道 自己不能刀枪不入 太后也知道 双方一对眼神 就知道彼此要什么 甲方想养狗 乙方想逃狗粮 就编排了一个让秉方 也就是真正的傻逼感动的一塌糊涂的理由 爱国 天津教堂是收养中国孤儿 苏州的日本学校是为解决在华投资的日本人后顾之忧 日企撤资会让千万人失去工作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爱国生意和控制游戏 那天端王请老佛爷看义和团的表演 眼闭有人问了一句 您真相信他们的把戏啊 老佛爷睿智地说了一句 把戏是假的 可这几十万条精壮汉子是真的 民心可用啊 中国哪有历史 不过是以爱国名义 杀人和被杀的重复史 曾国藩奉旨处理天津教案 在遇天津市民说 天津市民皆好意 各禀刚器 或好意而不明理 或有刚器而无远虑 皆足以愤世而治乱 巴拉巴拉一大通 聪明如他 也只有赞扬百姓爱国忠义 定性此为百姓激愤导致的 偶然事件 150年过去了 官媒和胡锡进 还是把苏州杀人定性为偶然事件 偶然的苏州姑娘穿和服被拘事件 偶然的铁头在日本神社撒尿事件 偶然的吉林男子刺杀四个美国人事件 再往前就是蔡阳 偶然的用U型索把同胞脑袋砸开花 中国的外交史就是偶然史 寻犬员总觉得自己hold得住游戏 明白人知道他们迟早被反噬 但事情不是明白人能阻止 会丢性命还成汉奸 剑士出身 出任六国公使 帮中国挣回不少领土的徐景成 阻止向十一国宣战 就菜市口了 善良如胡有平想阻止暴徒被刺死 还成了汉奸 看看抖音评论区爱国基本盘 就算一个无辜的日本老人 我也下得去手 日本婴儿就地掐死 恶魔的后代也是恶魔 换了我一定肢解做成刺身 不过要活着打开天灵盖 来一个游泼日本婴儿脑 对正在抢救的胡有平 义和团们说 建议医生放弃抢救以平民愤 他应该埋在小日本 150多年过去 只是把当年挂着立架条 以阴门对冲敌阵 向对方颇大奋 换成用智能手机刷着爱国贴 把见着国人用根火柴就灭门 换成见同胞开辆日系车 就把脑子开瓢 我不认为这是文盲或流氓所为 这是流水线精密设计生产出来的 有惊人的实用原理和精准打击度 比如你说要和平 不要仇恨教育 就会冲上来一帮英雄 要是你妈被日本鬼子强奸了 看你还要不要和平 你正想反驳这种无聊虚假前提 第二波英雄就说 你妈一定被强奸了 要不然你怎么向着日本人 这样下去 渐渐的你就不想掺和这种 费力证明自己妈有没有被日本鬼子强奸的破事了 然后战壕里漫山遍野 乌扬扬 全是这种英雄 他们赢了 再比如 仇人的后代也是仇人 你问他们敢不敢杀老毛子 锁回海参崴 他们一定说 不要纠缠历史问题 关键要把握现实利益和伙伴关系 你要是说 现实里 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大得多 老毛子只会卖我们高价油 第三波英雄 就上来质问 你肯定收了50万 你正想掏出银行卡 证明自己并没有收过外国人的钱 可渐渐的 你发现他们时间太充裕了 除了出去找丢失的电瓶车耽误些时间 可以全天后跟你讨论 关于祖上被强奸和美国福特基金的事情 他们不在乎历史和现代世界秩序 比如 隋扬帝三争高勾力 比如唐太宗 一会儿在新城建安铸币 斩首高勾力军四万余级 一会儿苏定芳 斩首高勾力军一万余 一会儿薛仁贵 斩首五万余 以及大明征战胶纸 图了好几万首级 如果不忘世仇 中国人还敢去韩国美容 敢去越南开场 敢跟朝鲜是世代兄弟吗 可你 千万别跟他们这么说 他们不懂历史 但有必杀技 NMSL 他们又赢了 视频后有个帅气小哥天天呐喊 你们应该懂 85年前敢站在抗战第一线 去四行仓库 去台儿庄 去衡阳保卫站 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而不是在键盘上发泄邪恶 跑公交站杀害同胞 这哥们太单纯 区们不是不懂 而是不想懂 我打赌 哪天日本人真打过来了 他们一定会投降当汉奸 跟当年烧教堂的大师兄们一样 见事不对 转身就逃到教堂 信了耶稣 顺道还猥亵了红灯照的大师姐 估计官方也看出 不能让朱红灯曹福田做大 搅了一盘大旗 及时把胡友平评为 见义勇为模范 人民日报迅速结论 中国从不缺见义勇为的人 官媒盛赞 从胡友平可以看出 中国人身上的传统美德 这波操作一如既往 感动好多秉方 我的朋友圈里又出现 久违的何时党 感动得稀里哗啦 又稀里糊涂 在一场残忍的杀人事件中 没及时对凶手的背景公布 不见对幕后指使的追溯 又一次躺在 感动中国中国好人的传统套路上 丧事喜办了 快 上唢呐放鞭炮 丧事喜办 一向是我们的擅长 鸡汤派 在赞美胡友平挽回国家形象 摘引我的朋友唐欣子的一句话 一位女性 出于她善良的本性 保护了比她更弱小的儿童 这只说明了 她作为一个好人的善良与勇敢 跟国家形象有什么关系 而且 看到一个女人勇敢 就认为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勇敢 觉得自己也跟着勇敢起来了 这种世代相传的阿Q思维 不觉得羞耻吗 什么都往国家脸上贴金 连胡友平的人选馒头也吃 胡锡进说 挡住屠刀的胡友平 是中国人民善良正义的缩影 按这逻辑 拿着屠刀刺杀胡友平的中国男子 就是中国人民的狠毒邪恶缩影 放鬼是你 捉鬼也是你 通过普遍欧哥胡友平 并特别指出 她是伟大国家诸多美德的一部分 巧妙回避 是什么杀害了这善良的女性 就差感谢国家了 眼熟不眼熟 跟当初对李文亮一样 官媒一起开动 李医生善良朴实 阳光乐观 爱吃火锅 喜欢看庆余年 打住 这些我都知道 但我想知道 谁害死了李医生 一点凶手的信息都看不到 或许行凶的理由太过正能量 有关部门还得花时间请示上级 怎么对公众宣布 我看到一些朋友 夸苏州官方做的人性 应对及时 这些朋友假装没看见 群众自发到公交站 为胡有平献花 旁边站着几十个便衣 花很快被收走 你总想跟衙门共情 你谁呀 你配吗 前天 天津塔LED灯 为胡有平打出闪亮字体 一个大写的人 一道照亮世人心灵的光 一人心万人可击 听说还冒了点风险 这些字眼当然正确 让人感动 中国人缺感动 但也远远达不到一些人说的 天津真是勇士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你让他打出一排公布凶手信息 严惩凶手事实 至于官方喉舌 苏州发布发表的那篇文章 胡有平以平凡之躯 行英雄之举 保护了同胞和外国友人的生命安全 苏州人民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无意不为他的善良所感染 无尽的哀思伴着苏城的雨丝洒落 深情的悼念在苏州人泪眼中凝结 大爱无声令人动容 就差倪平大姐亲自配音了 这些鸡汤都在矮化胡有平女士的牺牲 遮掩自颇份事件 到拘押和服姑娘 到铁头撒尿事件的必然性 刚才联合早报爆出 四月份苏州就发生过中国人 行刺日籍男子事件 刚才 广西房城港某小区的一个保安 因停车与一对夫妻发生口角 掏出刀把俩人捅死了 前两天 被民间称为霍大侠的农民霍文长 被抓获 他因为土地被无理侵占 还受尽了村霸欺辱 拎刀杀了全家 而习曾因帮他说过真话 幸免于难 这些跟抗日爱国没什么关系了 其实抗日只是一些人心中的邪火找的借口 所有人都在问 为什么现在戾气这么重 你要是宅基地被占 公司被倒查三十年前的税 房子断供 孩子打假疫苗 老婆跟有钱人跑了 骑个电瓶车都被邪警按地下摩擦 割谁 力气都重 当然 可以把矛盾转移到八十五年前的日本鬼子 一百二十年前的八国联军 但所有的拱火和救火 都在酝酿 下一场大火 所有人都无力解决 所有人都在等 前两年有篇文章叫 等风来 现在都在 等火来 你说可怕不可怕 我对未来是悲观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周期性经过一条荆棘路 或者不小心掉进了粪坑 而是你正走向一条永远见不到头的幽暗向下涌道 上面的门已关死 下面无数冤魂摇摇见到你就激动地喊下来吧 要死一起死 今天各大媒体发布了关于处理煽动中日对立 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公告 例如 宣扬抗日除奸团 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 散布苏州校车 私乘人员是日本特务 炮制全日本陈岛 早日种族灭绝 等极端民粹主义言论 我激动了一小会儿 记忆中 这是十几年来首次宣战义和团 这才是理性健康积极向上的爱国嘛 我终于和政府站一头了 忽然冷静下来我自作多情了 正确的爱国不由我来定义 而由删帖的人定义 多年前的一天 那时我还有微博 于建荣约我去宋庄参加微博打拐活动 下了飞机 接我的是一个叫王强的普世小伙 他开着一辆破解答 拉着我沿着乡间小路 飞快驶向宋庄 两旁白花林哗哗地向后倒掠 阳光打在他圆圆的脸上 自信单纯 他说 我就喜欢你们这些正义之事 我急忙纠正 我打酱油的 写点字 远够不上什么正义之事 他又说 李老师你知道吗 我是2003年第一批 参加宝钓运动的十六勇士之一 后来警察还找我训话 我们有错吗 钓鱼岛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我凝视着他 那张阳光而单纯的脸 清晰而模糊 在呼呼吹过的北京的风中 关于爱国 关于正义的声音飘扬着 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十几年来再也没见到他 最近忽然见到他 在疯传的朋友圈视频里 他气不成声 向公众倾诉他家的宅基地备战 他将绝食以示抗议捍卫法律 他说希望政府给我一个明确的结果 我的死跟高阳领导没关系 我的死跟高阳公安局没关系 我死后只想埋在这片我热爱的土地里 大家说 王强保得住钓鱼岛 保不住自己的家园 善良的王强并不属于那几十万条精壮汉子 可他是喝了鸡汤的 我不知道该劝他理性爱国还是求人得人 最终能埋在他深爱的土地里 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 眼前突然浮现出穿着皮裤 滑跪于春晚舞台上的爱国主义摇滚歌手汪峰 还有两眼金光 我爱国无罪的无惊 多好的演员呢 我爱国主义摇滚歌手汪峰